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寸 希哥,麻煩 來到9月27日,星期一 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地區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這個超強颱風蒲公英集結在沖繩島東南約1,19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不移動 將會橫過西北太平洋 對本港沒有特別大影響 鐵文台預測今天天氣大至天程和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有32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輕微至和喚的偏東風 好,各位早晨,先講講疫情 澳門那邊有兩個保安染病毒 原因是露出口鼻戴口罩 露出口鼻戴口罩 所以我們看到有時候的人戴口罩戴在下巴上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哈哈哈 希哥說話真的有金句 我也被他惹笑 叫大家戴口罩戴好一點 唉,離譜了 他有CCTV的嘛 那些保安那些位置 拍到他 這樣戴口罩一帶一路 好了,再講了 這個去到英國確診的少女 來港前曾經在西貢戶外訓練營 住鳳德邨 強檢啦 19歲而已,去到英國這樣 再講了 黃大仙昨天也有很多事 昨天有一宗在農場道 那宗新聞沒有賣 我只看到有人在Facebook分享出來 但又不讓人分享 我看到有一輛車撞一撞 然後整輛反了向前線 希哥也看到那段新聞 打橫線過去再滾過去 真的很恐怖 滾出鏡外 很誇張 可能明天會有詳盡的報導 黃大仙夏村有個八十多歲的女人 不見了十二萬財物 女兒就代為報警 嘩,那一隻是勞利的 不是的,不知道 有十萬元現金和一萬二元人民幣 和一批共一萬三千元的金器 就懷疑是有家人,親友 順手牽揚 日房夜房,家賊難房 這些傻事真可憐 好了 再說 大家如果有什麼事 爭執都千萬不要用手機扔人 原來分分鐘變成殺人空氣 情侶爭執 有女子扔手機自衛 自衛 即是殺人的自衛 男人被他扔中太陽穴 八天之後就雙重死亡 這樣也死得去 死得去 扔中就死得去 這些因緣際會 扔到眼就盲 扔到太陽穴就死 這個就發生在阿根廷 也算是一種離奇命案 22歲的女子 就這樣扔手機 23歲的男朋友 就被他扔死了 又換不到十三了 這個就 哇 那女子否認控罪 稱是自衛 已經獲保釋了 應該沒事了 通常轉電話時 特別多女朋友扔電話 講到很恐怖 講笑而已 好 講講香港新聞 講開手機 講手機 小意外做到大創傷 傷脊椎神經至手部失功能 有醫生提醒市民逛路時 忌玩手機 是的 我有個朋友 經常手都說麻痺 可能因為有幾件事 你經常扔下頭 就會影響到脊椎神經 還有 有一個68歲的保安員 走樓梯的時候 不小心擦錯腳 就由2、3級樓梯 就向前扔 就扔街了 撞到頭 就令到脊椎中間的脊椎神經 就變窄了 之後就有手麻痺 或者有很多奇怪的病症 有些甚至影響到手部的神經 沒辦法拿筷子 所以拿手機 就不要走出去看 因為這條街很危險 為什麼呢 講一件厲害的事給你聽 有一個新聞說得厲害很多 他這樣說 名車衝馬路 就衝過斑馬線 就欠殺兩母女 這個頭條新聞寫厲害了 要寫厲害了 這個民生惡漢被捕 為什麼呢 試完就是這樣 車鏡頭拍到 在斑馬線上 有兩母女就過馬路 那車鏡頭拍出來的 車就停了 隔離 兩母女過馬路 隔離一架名貴房車 是不是真的很名貴呢 我又不覺得很名貴 Bang跑吧 Bang跑吧 他的車牌也是自訂的 應該是貴的 應該是 斑馬線要停車的 他不停 兩母女在走 你知道人們走斑馬線 就不看車 老鳳他停過 他停下 然後車一聲就過了 差點撞到兩母女 那麼 那車鏡頭的司機 那兩母女過了之後 就吊著他尾巴 他 Bug他了 他停了 Bug他會停了 就惡人先告狀 就破口大罵了 啊 紋身有公仔 然後 這個車鏡頭司機 就把他放上網 因為警察看到 他的車牌 就拘捕了那個司機 最後 拘捕了他 那這件事 就是 告訴你 過馬路 不要以為 就是 斑馬線就是老鳳 人家一定會停給你 是不會的 是 我之前曾經跟很多人說過 那些人說 怕什麼 斑馬線他會停的 他撞到我 他要坐牢 撞到你要坐牢 他是官司 但是你只剩一條司 這些他坐牢 其實對你沒有意思 就是這樣 最貪判心不遂 更可憐 是啊 撞到你 沒理由跟別人搏 你一條命 他坐牢幾年 就出來一條好漢 對不對 好 再說 呂警 有件勁抽的事 在家裏 虐打孕容 拿走他的手機 被控襲擊 盜竊13項罪名 今天提堂 厲害 就是今年7月而已 這個女警 竟然知法犯法 被捕人已經被停職 裁他13條罪 真的不放過他 應該也很嚴重 因為這47歲的印庸 被他長期虐打 是啊 打了很久 可能周身都是傷 又要驗傷 這次 呂容被主人說 用手打雙咀角 揭發事件 去到醫院求醫的時候 這43歲姓蘇的女警 涉嫌普通襲擊罪被捕 更加因為他可能拍他的罪證 拿了他的手機 其後就拿回 一起落案 就charge他10項 普通襲擊罪 即不是打他一次 打中他10次 以及兩項 就是襲擊造成身體實際傷害罪 以及盜竊罪 就是今天在官堂法院提堂 看看他會判成怎樣 也好多一條罪 連續打人十獲 好了 尖沙咀有兩個女人 被連環偷拍裙底 22歲的青年涉案被捕 又有這些風化案 昨天下午6點 鐵路警區人員巡邏期間 發現一個男人 在扶手電梯 就在這裡刺賊別人的底褲 扶手梯位 樓梯位都超級高危 希哥不要穿裙 我們都由之無法戴 經常都看到這些影人的裙底 或者在內褲那裡裝上牌子 我看到你偷拍 有張字眼 恐嚇他 回去看證物的時候 很多這些事情 希哥是否叫人小心 敢住屁股 我覺得都是像日本韓國那一招 手機拍照有聲 比較實際 是不是 這樣 也好 因為偷拍始終是不對的 另外 啟德郵輪碼頭那邊 海面有女子飄浮 獲救 昏迷宋縣 這麼厲害 浮著浮著 竟然是 獲救 沒有檢獲遺書 不省人事 宋縣情況危殆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這樣 可能掉下去的時候 面向水 如果不是 在船隻的船員發現 離岸一百米海面 這樣也沒有即時死亡 真是 人的事很奇怪 但下面打了防止自殺 叫人珍惜生命 另外 昨天碧路詐灣公園 小孩子玩的時候 被人在高處推落地 兒子骨折 送院 我媽媽懷疑是故意的 懷疑也沒有用 沒有證據 這些事情 很難說 小孩子 所謂故意 因為小孩子不知道什麼叫生死 不知道什麼叫痛 所以為什麼經常有人說 有些小孩子出路鐵不打 但是他不知道會痛 也不知道別人會痛 以前是有體罰 現在是沒有的 犯法的 但是小孩子沒事的 在高處推你一下 就掉落地 兒子就斷了手 所以說這些要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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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人多的時候 帶小孩去玩 傳染病毒也好 什麼都不好 我經常見小孩子 兩個男孩子也好 小時候 兩個人在咬頭 乱來乱去 很搞笑 這些就是 看著那個小孩子 另外那個 旅水警依然是失蹤 跨部門 繼續海空搜索 警察在龍谷灣灘 放在航拍機協助 暫時還沒有找到人 會再跟大家跟進 為什麼呢 被對面夾了他 不是 他掉了入水 不知道為什麼 他沉了 但是有蛙人 為什麼找不到 救生醫 是啊 救生醫還要是一拉鍵會 會漲起那隻 可能一掉下去就暈 拉不切 暈 有個網友就說 是不是那些東西 耐無用 不行啊 有沒有理由 他一按救生醫的按鍵 其實會漲 救生醫 這個很奇怪 好了 再講其他新聞 警察在紅磡區檢獲1.3億的冰毒 紅磡 我告訴你 用什麼來做倉庫 聰明 21歲青年被捕 我相信這1億3千萬冰毒都不是他 他是keeper 喇 揭毒犯 遭用空置商場作儲存倉 哇聰明 是不是 現在這麼多倒閉 那你刺的 你就這樣 用那些東西 就用那些包裝去遮掩 你很多刺舖 那我覺得 老實說 這些都是無間道的 不是 你無端端 怎麼會在空置商場裡 有警察知道裡面有冰毒 那原來 這件事就說 這個21歲青年離開的時候 探員吊著他尾 在他的手袋裡面 就找到10克冰毒 之後就夾他回去店裡 哇 誰知道找到200包 用茶葉包裝 就懷疑冰毒 之後就起到200公斤 市值1.3億的冰毒 就是今年最大的冰毒案 厲害 說一些很厲害的案件 頭條 說到現在 因為新聞太精彩了 昨天大埔 泰王麥當勞 泰王麥當勞 是被譽為全香港最美麗的麥當勞 曾經 曾經 現在就普通了 但是這個麥當勞 竟然發生血案 流到通地都是血 大埔 黑幫男人 遭刀手追斬 被進去麥當勞求救 有一個報道說 右手幾乎是被斬掉的 斬到很傷 斬掉了 暫裂了一塊皮 這樣 就移捲入千萬元 股票 九分案 就是昨天早上 而已 昨天星期日早上 很多小朋友去麥當勞 是被刀 傷者有 四天的黑社會背景 而涉嫌一筆 涉及一筆千萬股票 買賣九分 警方追緝兩名兇徒 他們手持四十厘米長 七孔刀 七孔刀就是那些開山刀 有七個孔在後面那些 我們看小朋友的漫畫書 通常都是那一把 事後就坐一輛私家車逃走 列傷人案處理 這件事厲害 周地血 警方正追緝兩名年約三十五歲的男子 案發時身穿黑色衣衣和戴帽 當時是早上十點四十四分 我告訴你裡面一定有很多人 那些人趕食這個早餐 十點四十四分之後早 星期日排隊 我以前在泰和麥當勞 不知道什麼 那些人應該嚇死了 突然間有一個 差不多脫了一隻手的男人 衝進去 因為他那時候在泰和停車場拿車的時間 被人撲 被人砍 追撲到麥當勞 職員見狀大驚 嘗試用這個冰袋為他止血 馬上報警 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 治理 情況嚴重 消息者 他的肚子叫阿火 33歲 姓賴 賴 賴某 是14歲的黑社會背景 跟那個大哥叫加斯城 行走江湖 加斯城在北角區阿肥彪的得力門生 這些全部都是在報紙看到的 其實我不知道這些江湖市 早前阿肥彪投資金融股票的時候 跟一名股票經紀 有一筆千萬的發生爭執 對方借助新義安勢必堂口勢力之後講數 阿火曾經參與其中 江湖市江湖鳥發生這些血案 嘩 真是複雜 可以拍套劇 可以 很恐怖 而且 通常那些劇很少在股票上 有這些 通常是倫敦金 或者是那些 錢就錢 或者是那些什麼 雞扎 蓮子巾那些 通常很少去到股票 與視並長 像貨幣那些 哈哈 這樣也可以 不奇怪 這些事情 好 再講 私家車在石澳道失控 撞對面線的電單車 兩人受傷送軟 昨天早上8點 20歲的男生駕駛私家車去石澳道的時候 失控撞對面線 炒了一架電單車 電單車當場人仰車回 25歲的鐵騎士墮地 嘴部左手右腳都受傷 私家車車頭損毀 司機報稱 心口痛 送軟自理 你說電單車是很危險的 另外 先講講疫情 疫情又講了 有新的東西 港大和內地研發噴鼻式疫苗 不用打針 接種 或者染了疫之後 24小時內吸入 都有這個效用 我覺得很棒 因為很多人不打針 是怕打針 索東西 雖然索東西都會有一定的危險程度 但是我告訴你 肯定很多人是願意去試 吸入息 譬如有些人 吃煙都不怕 吃煙的痣癌都不怕 索卡 玻璃粉解爆鼻 很多人都跑去做 叫你鎖一鎖疫苗 就輸根活絡了 好 廈門大學公共醫生學院指 疫苗在一二期臨床顯示 有良好的安全性 沒有接種者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嘩嚴重 少看兩個字 我以為沒有不良反應 是沒有嚴重不良反應 你知道現在打針都完全沒有事 所有事情都沒有關係 這個要再看究竟是怎樣 但是接種之後24小時內就會發揮效用 亦都提升快速控制突發疫情的能力 因為譬如你中了招 嘩嚴到確診 立即吸他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躍進 會降低重症和死亡的機會 那就好 有東西吸 最後還是研究有東西吸 你看看那時候那些什麼什麼油吸入 現在又是吸東西了 快點做這些大幅度 流通市面 但是我看到上一篇新聞說這件事的時候 說是三年後才可以面世 唉呀 為什麼打針的那麼快 吸入的那麼慢 希望盡快 你知道現在疫情世界都很嚴重 如果中國和香港可以研究到這件事出來 說世界如果流通 嘩厲害了 因為暫時外國都未聽到有這樣的藥物可以醫治 好 美國那邊想說有2000宗 2000宗 現在病毒變種又不是Delta 又不是Milk 又有一隻新的叫R.1 2000宗R.1變種個案 是同一隻 是肺炎來的 變成R.1 他說不少人打齊兩針都依然染病 2000宗 我們都不奇怪 我們看到很多入境 昨天又說8宗裏面有7個全部打針 都是這樣 不同牌子 打完都確診 有一個沒有打就是BB仔 九個月大 你都記得的 所以就說很多 因為變種變種又變種 變到R.1 我說完你都不記得 你以為是Delta Delta已經變了一次 Milk 其實也變了200多次 聽說有些專家說 所以現在有隻新變種冒起 美國有47個州都有這個病例 很多大部分都是打完兩針 那些針在美國那邊好像沒什麼了 入境那些輸入個案都好像沒什麼了 因為狂變種 那究竟會變種是什麼 是否變種特工 那牛津那邊就越變越弱 那牛津那邊就說 那大家都不用太過敬火 我覺得 另外呢 英國那邊就全章達成協議 200億英鎊的核電站項目 刪除中國 嘩 不侵中國玩嗎 這個英國核電站 有沒有搞錯啊 就令中英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了 這樣搞法 你遲些香港的人會不會覺得到英國呢 說你英國這個不安全 會怎麼對我們 你知道很多人移民過去都說 英國那邊不行啊 不行啊 那樣子 不過陶傑又在那邊好像在賣樓盤廣告 做大生意 所以這個中英緊張呢 中英關係就繼續緊張了 真的 好 再說一下 就是 全運會那邊 香港的運動員 在這個陝西向林鄭月娥告御壯 就說教練不足 入體院的受訓難 昨天晚上 我以為什麼叫告御壯 以為走去北京告香港什麼 原來不是 他說香港這邊搞不定了 走到陝西那邊 全運會即將閉幕 去找林鄭月娥 當面說 林鄭月娥驚訝 你不說 我以為現在教練也不錯 我們回去看看 林鄭也肯聽別人說話 還有林鄭月娥這麼容易找到 有兩名全職教練應付整個香港團隊 百多二百人 又是離譜的田徑隊 有沒有搞錯 因為林鄭月娥說過要加強香港的運動訓練 聽別人的意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另外想說回 Elon Musk曾經的世界首富 他搞到滿城風雨 之前搞狗狗幣 搞到 又搞Johnny Depp的老婆前妻 看到他們就很開心 玩到 他現在就說 Elon Musk 所有數據都安全儲存在中國 不會轉移到海外 是這樣的 Elon Musk 在上海證券部的官方微博消息 就說他在2021年世界網絡大會裡面 就說 Tesla已經在中國建立數據中心 所有中國業務所產生的所有數據 生產數據 銷售數據 服務數據 充電數據 都安全 就處於中國境內 Elon Musk 真的和中國都是朋友 亦給了一些信心 中國的數據是相當安全的 今天新聞差不多了 挺特別的 希哥 有什麼要跟網友說 先補充一宗 這宗也挺搞笑的 這宗不能夠不說 最後一宗 在大角咀有一宗偷車案 偷了一輛車 就撞到一輛的士 撞到的士 有兩個女乘客就先走了 那就先走了 即是按中按怎樣 一定要說 今天掉了一包大麻 警察來到 看到的士裡面有一包大麻 的士司機死了 不是啊 剛才那兩條女 接著 就撞到那兩條女 被追緝的 那兩條女 是被追緝的 好笑 所以這宗案中又按 本身是 塞車撞的士 那兩位乘客先走了 為什麼掉了包草 好笑的新聞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放在一起留言給我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好笑